朋友们大家好,农村有这样一种野草,在过去闹饥荒的年代,常被人们当成野菜食用。 曾是穷苦人的救命菜,在《救荒本草》一书中也记载,它是救饥荒的理想野菜之一。 它的铁含量很高,竟然是菠菜的一倍,但它却是现客植物,所以人们就称它为铁线菜。 喜欢植物类视频的朋友们,请加个关注吧,谢谢大家支持。 铁线菜没有叫叶里藏猪、海蚌寒猪、蚌壳草等,是大几颗铁线菜属于年生草本。 形态特征,铁线菜根系发达,小至细长,烟磨质、长碗型或枯皮真型,雌雄花铜续、花絮叶生或鼎生。 生长环境,铁线菜常生于平原或山坡,较湿润耕地和空旷草地,细盘,林间小道,草地旁。 主要价值,一,食用价值,铁线菜嫩叶可以食用,营养丰富,为南方各地民间野菜之一。 铁线菜炒鸡蛋是最常用的做法,先将铁线菜嫩叶清洗干净,再将铁线菜切碎,放入盆中加入调好的鸡蛋,加盐和鸡精搅拌均匀,锅里热油,倒入铁线菜鸡蛋翻炒。 鸡蛋熟透就可以吃了,还可以凉拌,炒时,做菜饼,煮粥,腌制咸菜等。 二,自用价值,由于铁线菜富含蛋白质,脂肪,糖类籍,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。 所以也可以作为饲料,喂养猪养等,可直接青丝或晒干后加工成干粉。 添加到饲料中,对家畜的生长有很大的帮助。 三,要用价值,在古代就将铁线菜全草入药,最早建于神农本草经理,并将铁线菜列为上品。 好了朋友们,铁线菜就介绍到这里,更多植物介绍持续更新中。 谢谢朋友们关注与支持。